最后一个阶段,我们会讲到怎么样利用网路工具来收费 假设你今天已经有粉丝了,然后你也有产品了 可是我要怎么样让粉丝来买我的产品 我要怎么样把钱放到我的账户里面 所以你必须有几个工具嘛 第一个是你要制作一个销售业 所谓销售业就是类似购物车 点进去之后,这个产品所有的细项 还有这个产品的特色是什么 让人家看了之后知道 买了这个产品对它有什么好处 那这个销售业就要很重要 要讲到客户的心坎里 他觉得买了你这个东西之后 我的生命变得更有意义 买了你这个东西之后 我的如果是保养品的话 我觉得我差的更有自信 所以这个销售业你要做得很漂亮 而且要很有吸引力很有说服力 甚至有使用者见证在上面 那你要怎么收钱呢 其实你可以用PayPal PayPal这个工具现在全世界都可以用 除了大陆之外 比较少人用PayPal 大陆都是用支付宝 大概全球其他地方 因为PayPal 以前最早期是Ebay 跟Ebay是做结合的 所以使用Ebay购买东西的人 都是用PayPal去付款 所以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用PayPal 那我们在使用PayPal 收钱的时候也很简单 客户就把钱付到PayPal 然后我们从PayPal 把钱领出来 就这样 PayPal就是一个中间商 那你如果没有信用卡刷卡的机制的话 PayPal他也有提供 只是说他收的那个费率稍微高一点点 大概3.9% 再加上几十块的那个单笔费用 那如果你有PayPal 这个工具 你直接去网络上申请就有 就PayPal.com 你去申请一个店家账号 卖家账号 那你就可以收钱了 很简单 然后再来就是购物车网站 如果你觉得你的产品的品相很多的话 那你可能比较适合做一个购物车网站 就是这个购物车网站里面 就有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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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产品 然后让客户去结账 那购物车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他们结账的时候 他们可以统一一起结账 也就是说他今天要买三种东西 那三种东西都放到购物车里面 我相信大家都在网路上买过东西吧 他们放在购物车里面就统一一起结账 那也许你这个购物车机制可以做到什么呢 你可以做到说我超过1000元连运费 你可以做这种设定 那超过1000元的话 他们就他们就会想 我这次还没超过 还差100块 好那我就再加买什么东西 让人家去增加他的消费 这个就是你可以去利用购物车 带来更多的商机 更多的利润 所以有很多企业 他们会制作他们自己公司的购物车 那甚至是联盟行销的网站架设 联盟行销它是一个近几年来非常流行的一种销售方式 就是我今天如果是商家 假设我今天是保养品工厂 我今天卖保养品 那我卖出去的时候 如果你来买的话呢 你可能用100块来买 那如果你是透过其他人来买的话呢 你买了100块 我可能会播出5块钱给另外那个中间商 那个联盟行销商 那他来申请我一个ID 一个编号 他就可以把我的网站的网址copy过去 然后后面带他的ID编号 把这个网址放在他自己的部落格 或是曝光到脸书其他地方去 那如果人家点了之后连到我的网站 我就会知道 这个ID是这一个人介绍的 所以我就会在网站后台知道要拨钱 拨5块5%的钱 %是网站本身负责人自己去设定的 管理员设定的 那我就会知道说 我把这个钱拨给这个人 这个就是联盟行销的机制 那目的就是希望 更多人来卖他的产品 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网站 商品可以卖的很多 然后扩及到很多地方的话 你也可以去架设这种联盟行销的网站 你自己就是原厂 然后你去找很多竞交商 来帮你卖东西的意思是一样的 好